新竹市長高鴻安推著輪椅 搭上這輛全新的富康巴士 裡面的設備新穎又齊全 車廂空間也特別挑高 就連高鴻安都可以直接站在裡面 不用特別蹲下 這輛富康巴士價值200萬元 是一家不動產公司所捐贈 希望發揮愛心 給身上民眾更多的便利與服務 我想我們今年不動產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個在地的企業 然後一路以來都受到社會大眾 以及貴人朋友們的一個幫忙扶持 所以我們秉持一個企業 擅盡基本的一個社會責任 我們就是發心來做這樣的一個捐贈 希望能夠造福我們新竹縣市 我們大新竹所有需要幫助的人 我在這裡會要很誠摯 以一個很感恩的心 謝謝大家對我們的照顧 然後我也在這裡要呼籲 我想比我們今年不動產事業更大的公司 比我正方更有財富的人比比皆是 我在這裡要很誠摯的呼籲大家 大家一起來發心做善事 新竹市社會處表示 新竹市的富康巴士接送服務是不用錢的 從92年開辦至今已經出勤過55萬次 服務過的人數高達88萬人 目前新竹市擁有24輛富康巴士 如今數量再增加一台 相信可以造福更多的生長民眾 新竹市現有的富康巴士 加上今天全新的這一輛一共有24輛了 目前已經累積超過55萬燙 以及88萬人次的這樣的接送服務 非常感恩今年不動產事業 古本有先公司的魏董事長以及魏總經理 在事業有成之際呢 能夠發揮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 那願意提供這張超價值超過兩百萬的 這個富康巴士給新竹市政府 照顧全體的新竹市民 相信呢 未來我們身心障礙的朋友 一定能夠接受更好的交通的服務 在此非常非常的感謝 也代表市長以及全體市民朋友 謝謝今年不動產事業 古本有先公司的協助 以及贊助 社會處也呼籲富康巴士 主要是協助行動不變的民眾來就醫 由於資源有限 因此建議符合搭乘資格的民眾 可以先行用電話或是網路預約 希望未來新竹市 會有更多民眾持續投入愛心 為新竹市帶來愛的正能量 記者林彥斌新竹採訪報導